所以问一下丁老师 那所以在这个开幕式里面呢 这个元素你们要怎么去呈现呢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整个节目策划的时候 就特别去做了很多的访问 然后就发觉其实对于听障朋友来讲 有一次我们就问这个听障朋友 我说声音对你们来讲是什么东西 他们 你想不到他们讲是什么 他说是颜色 声音对他们来讲是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所以刚刚讲说 他们怎么看得到 如果我一个灯亮了 我不一定看得到 但他们的视觉很快 他们是就是因为听不到 所以他在那个视觉的那个感官上 是非常快的 他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节目里面 当然我们知道 而且还有一个听障的朋友 只是没有从耳朵听声音 事实上声音有很多震动 所以只要他们告诉我们说 只要有震动我们就能感受 所以在这次我们为什么对很多的 我们有很多的打击的东西 然后就从光射 它是用那种震动感 对 用这个东西来给传达这个感受 还有光上面就这变化 所以他们眼睛很厉害 眼睛非常 他们快 家纯 你看得出来我几岁吗 二十 眼睛真好 真厉害 这个眼力有够厉害 我喜欢听障的朋友 所以他们感官跟我们使用的不一样 对不对 那问一下 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表演者里面 动员的刚刚讲很多人对不对 对 很多人 我们大概有五千多位表演者 所以光发便当就疯了对不对 这真的 光是要怎么样 所有的人要到现场来 因为我们田径场腹地很小 所以在整个策划里面 光是要策划整个的进场出场 就是一个大的学问 门票都卖完了吗 全部都卖完了 那你还来干嘛 你们去卖完门票才来上我们节目 我们希望这个9月5号晚上 大家已经买不到门票了 可是大家在电视机前面 其实经过了这么长久的策划 我们希望留给台湾民众一个 共同美好的记忆 说我们台湾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开幕电影 而且不只是台湾看得到 我们全世界160个国家实况转播 所以当天你擦旗子有多重要吗 让台北可以 你知道如果台北街头都是旗子 世界媒体一定来拍 你知道台北就站出去了 你只要做这么一个小动作 你不是说台湾要走出去吗 你只要做这么一个小动作 台湾就走出去了 对不对 很简单嘛 很简单 一点都不困难 而且坦白讲 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家属也要支持 对不对 然后这个选手也这么认真 对不对 长这么高也是要拼 对不对 然后教练对不对 本来觉得不可能 也要把它拼出来 而且就是说 这支球队的平均年龄还蛮高的 对 几岁到几岁 从20岁一直到36岁 36岁还可以打吗 对 我们那个最佳中锋 180 36岁 你的女儿180公分 36岁 OK 赶快把握时间参加 不然下一届就40岁 对 所以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对 她不会因为她自己年纪大 她就帮自己找借口 他们我觉得很可敬的就是 他们虽然年纪大虽然不好 然后他们还觉得他们要拼 就很用力的去跑 很累她也跑 然后把声音叫出来 她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说 真是有介绍 所以告诉他们 你们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出声音 然后就有队友跟我讲 教练可是我们听不到 我说没关系 你听不到别人听得到 你们就把你们的精神打出来 她说OK 所以现在看到我们比赛一定很吵 对 很棒 所以你凶的时候他们都听不到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他们也带助听器 在练习的时候他们都会带助听器 对 那你赞美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听不到 我赞美他们的时候他听得到 厉害 我骂他们的时候他听不到 我要骂他 然后我要叫他他都听不到 然后我要赞美他 我赞美他我讲得很小声 我跟你说他有进步 他说教练你教我吗 然后要不要说教练谢谢 我说这样他都听得到 怎么搞我要叫他我要讲他 我要纠正他的时候 他都不想听 那是什么牌子的助听器 只听得到赞美那样子 对 这个助听器真的是不错 选择性的听到很不听到 OK 家纯 你几岁的时候听不到的 几岁的时候开始听不到 三岁发焦焦 然后五岁才发现 所以你三岁到五岁都听不到 但是别人不知道 就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OK 妈妈有哭吗 妈妈 没有 没有 你有哭吗 我不记得 太久了 有被欺负吗 没有 早觉是有一期老师 不知道我听力有问题 然后就有一期户外交绝 就走在第一个 然后也没有听到老师叫我们蹲驾 然后老师一转头 就以为我不尊重他 就打我一巴掌这样 对 对 对 你有没有哭 有 马上蹲下来哭 然后同学就帮我讲话 就说我听不到 对 所以那是新老师 所以不知道你的情况 老师有跟你说对不起吗 有 OK 所以只有发生过这样一次 这一次啊 之后就没了 对 那你可以在一般的国中 一般的学校上课吗 可以啊 可以吗 那你 就要做甜蜜 要做甜蜜 做很甜蜜 然后读老师的这个 唇语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从小要接受这个训练 对不对 我妈有带我去 那个 绝对那个作画训练 作画训练 对 OK 所以上数学课 也要读这个 物理课也是读这个 哦 你都听得懂吗 看老师 看老师 因为有些老师 讲话不清楚 然后就跟同学借笔记 差不多 你听不到他讲话不清楚 有关系吗 听得到 可是没有听懂 哦 他所谓的不清楚 是嘴型不清楚 对 所以在养育这样的小孩过程里面 妈妈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 回家再呼吸 哦 那会被老师拒绝过吗 是 我是觉得是说 这就要靠家长 常常跟老师沟通 今天上的课是怎么样 有些什么问题 对 那他有去上口语训练吗 有 有被拒绝吗 那说是小孩子的时候 就要开始学习 很小就要学习 发现的时候医院就说 去学说话 对 你说打错针吃错药之后 对 发现了那个听不到的时候 我说有什么不就有办法吗 他说学说话 就这样 所以就开始 三十几年前 就开始这样子 对 台大复健科的那个 说话训练 就去小孩子嘛 就去30分钟 那我们家长在外面 一个小窗户看 看老师怎么训练他 我们回去就 无法炮制的 这样子教他 那有所谓的黄金时间吗 他们是说 学说这应该三岁之前 就要赶快进行 因为他们就有 当时我也不是 对医学我们不了解 但我当时也是怕是说 会不会生带 会不会萎缩 那你萎缩的话就很近 比较发不出来 好 好 好